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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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去发展更紧密的一个双边合作 然后柯文哲就突然震惊起来说 我有没有看过你 我有没有见过你 然后这女性外交官说 对不起我们第一次见面 然后柯文哲就突然那种色秘秘说 可是你长这么漂亮 我通常漂亮的女生我都会记得 怎么会没有见过你 你知道吗 然后后续就一堆外交官跑来找我 说这是因为未来要参选首都市长的人选 怎么说出的话好像是那种酒吧里 就说难听点喝完酒对女性不理 这样子的一种说法 就很奇怪很奇怪 然后他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专业的女性 然后就是问出这种问题 然后被这样子的对待 而且他也是代表一个很主要 台湾的一个盟友国家 然后被这样对待 大家觉得说好奇怪 真的很奇怪 所以我就说你柯文哲出去 你浪费公堂这是一回事 你丢台湾人的脸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担心的是后者 你知道吗 你出去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反而说的话 让所有唐人觉得很羞耻 觉得说这个人曾经当选为我们首都市长 所以我就说柯文哲这次出去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加以监督 但是我个人而言 我会希望刚当选台北市长 我会希望未来要有一个提案 就是说今天你作为一个 即将卸任的市长 或者你的政务团队 你除非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除非你说得出来 你出国是对我们台湾 对我们台北有什么好处 否则你不能动用公款出国 不然你这只剩下 现在剩14天 就今天之后就剩14天 你回来之后搞不好剩三四天 你出国交流出国考察 对台北市民到底有何意义 他现在用的预算科目应该是二倍金吧 还是他本来就有市长可以出国 所以是动的钱 我简单说了 他这一次出国 他一定会拼凑一个预算出来 但是这一次出国 他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去 对不对 你还是一个团队去 你一个团队去 是不是几十万在起跳的 一定是几十万在起跳的 那你这笔钱用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他一向打不出来的 刚刚那个轻薄外交官的故事是第一次 第一次曝光 这是事实啊 我在场 这个我要借用韩国语讲过一句话 没有水准 来 其实啊 不管是对中国也好 对美国也好 对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好 台湾的地位 以及台湾的产业 以及台湾的整个历史文化发展 甚至是商业行为等等都是在国际之间举足轻重 而且在后来美国日本所发展的印太战略里面 台湾也是具战略位置而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所以每一次的总统选举 某种程度我们就是在观察 总统候选人本身有没有办法带领台湾去交到更多的朋友 包含国际地位提升 国防安全的增加等等 那柯文哲在这一点 可能过去比较 你要说弱势吗 或者是比较不敢碰 不知道是没有碰还是不敢碰 总之我们对他的理解 这方面的理解就比较少 那通常你问他台独 他也是去美国的时候募款拿着台独的旗子 然后回来的时候说 国是中华民国加是台湾 不过没有关系 就看他这一次如果真的要参选的话 他到底会怎么表态 所以我们又观察到 这是泰报的独家 他说柯文哲在布局2024的总统 前台联党主席叫苏靖强加入团队 那这个新闻是这样 台联党主席加入团队 然后适当时机访美 意思就是说他接下来要做的是 争取美方的信任 那志胜哥你对柯文哲 要争取美方信任这件事情 他有信心吗 美国为什么不信任他吗 我很有信心美国不信任他 这样子啦 第一个就是刚刚Sanku讲的 基本上台湾大概从过去 过去几十种大选来看 要竞争总统大位的人 基本上都会到美国到日本 那有些更努力一点 想要两面讨好的还会想办法到中国 好 那柯文哲过去八年市长 我们讲他的市政考察 以台北市长名义 跑去美国跑去日本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机会跟经验嘛 我们对他的印象就停留到双城论坛 到上海去 那個好像就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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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日雙城 對 還有都有 所以這個部分我都來談 所以今天柯文哲到美國 美國人一定問他第一件事情 第一個嘛 你的良安定位到底是什麼 再來 你跟中國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柯文哲你怎麼講 柯文哲會講說外交你很漂亮 我有沒有見過你 結果那個壓力很大 對 給他選出來 趙雲翔講的 這都是趙雲 可以看出來他沒有什麼外交格局 他都很能理解 以前大家不會那麼針對他要去質疑中心 一代表起庭 他或許我們可能講一個場景說 被問的時候說我台北市長 然後用侯友宇的說法叫做好好做事 那就結束了 問題是你今天已經不是台北市長了 你再來要競選這個2024的總統 而且你民眾黨本身黨也沒有兩岸的政策 你也沒有一個有關於台灣主權如何捍衛 這個堅持的這樣子的態度 當然沒有 這個黨沒有中心思想 這個黨的中心思想就是擁護柯文哲 2024選總統 不是這樣嗎 所以就只有這樣而已了 所以當他以一個這樣子的身份 以一個總統候選人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他回答不出來 或者是他回答的模靈兩可 那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考試 這個口試不過關嘛 就一個 日本一個啦 日本也是嘛 日本可能他也要去 他可能也會同樣面臨同樣的問題 那你如果都答不出來怎麼辦 那第三個 我相信柯文哲還是念之下之想去中國 他想說 我去了那麼多次商城論壇 表現這麼好 我不去拿一點紅利回來怎麼辦 問題是中國現在 你不是台北市長喔 你不是兩岸一加進就可以解決 你要選總統的人喔 趕快吧 國民黨有九二共識你有什麼 可以出來講啊 我會連中國都不相信他 對啊 但是中國會逼他講嘛 一定會逼他講 人家國民黨有九二共識 你現在是民眾黨黨主席 你講個東西來聽聽嘛 你不能在兩岸一加親 因為不是台北市長 所以你會看到中國 對 中國也不會相信他 中國也要這個考驗他 每日更是用放大鏡在檢視 你現在這個可能要參選204上 我們上次聊那個江澤民離開的那個報紙頭條 裡面就沒有提到柯文哲 沒有他 不是腳的 沒有柯文哲 對 所以有新北市長沒有台北市長 沒有台北市長 沒有即將卸任的台北市長 沒有 所以這一系列排開來 我覺得柯文哲未來走出去國際 會處處碰壁 這也難怪我們能理解 因為以後要碰碰壁 不如趁現在還是台北市長 出去畢業裡先比較鬆一下 不然你就可以這樣 以後民眾黨黨主席 人家就不是給他這個臉色看了 所以難怪我想到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就在想說 柯文哲去 柯文哲去新加坡有沒有具體 說他要去幹嘛 智能城市 智能城市 然後雙語交流 所以他經費預算可能會用教育局 跟那個 14天之後要回來變智能城市 還有雙語教學 交蔣萬安雙語教學 對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就去看柯文哲 到底要去新加坡幹嘛 兩個關鍵字放在一起 他八年前說我八年內要讓台北超越新加坡 對 所以他是要去那邊嗆新加坡人 超越新加坡 那我超越你喔 不是吧 那後來又在想 喔 韓國瑜當選的時候也去新加坡賣菜 對 可是後來發現他接觸的其實都是中國人 他當時簽了MOU也都沒有發聲 廣告之後繼續討論 孫總統 這大概是這二三十年來 大家人民說到孫總統 還是說 喔 我覺得你這個有任秀魅力 要叫他孫總統 還是說在英雄的表演裡面的時候 那個主唱歌大家很爽的 叫他孫總統 這個孫總統這三個年 應該是這二三十年 孫總統裡面 我們大家很愛聽到這個 這個公反這個 這個這個 我們關心我們的國家 我們開始有民主 我們會當台灣人孫總統 那2024年的其實總統選舉 距離現在也不過一年 大概多一兩個月而已 所以呢 各個陣營到底要派什麼人 會遇到什麼困難 那民調也好 還是東來的競爭也好 甚至是民眾的這個 這個這個 都好 慢慢的很多不同的討論 那目前為止呢 藍營的侯友宜 民調一直都是居高不下 但是侯友宜有侯友宜的困難 因為除了呵呵做事 能不能越上國家領導的這個 這個領導者的選地位之外 他還要面對黨內18同仁的這個 佈陣挑戰 那我那天講18同仁的時候 人家說那是哪18個同仁 我說不是具體18個人 意思就是黨內有很多人不希望他出來 那另外一方面 綠營的賴清德副總統 他現在即將接任這個 陳其邁之後 陳其邁現在是代理黨主席 他要勇於承擔這個黨主席的責任 但他在當黨主席的過程 你要知道做一個職務 他就會有那個職務產生的優勢跟劣勢 所以他在擔任黨主席之後 他也會面臨非常多的挑戰 那柯文哲剛剛才連任黨主席 剛剛才連任得票率好像40幾% 民眾黨員的投票選主席 但是柯文哲在兩岸論述 在坦白講就是其他人對他的信任度來講 可能會相對比較偏弱 而且他在事實上對其他國家的論述 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聽到 比較比較四格的發言 所以三個人各有各的難題 也各有各的優缺點 今天我們請十七姐還幫忙分析你怎麼看 剛剛講到柯文哲 以想講到那個例子 我聽的真的是下巴快要掉下來 沒有隨時 怎麼會有一個作為首都市長的人 他的言辭這麼的粗比無理 就是說你其實可以跟人家好好的交流 可是你竟然挑起了性別這樣子的議題 然後來吃人家豆腐 展現你覺得自己這種男性沙文主義的幽默 我調侃你兩句吃你一下豆腐 我覺得丟臉 就真的是丟臉 而且顯示這個人的粗俗無理 好那其實要選總統 因為他民眾黨有一張門票 所以他自己也要選 好啦那可是選總統這件事情 除了你的人格上面的培養 這個你個人的修養修為之外 你的政治歷練這些也會是你的被評分的項目 最重要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你的路線價值和信仰 那如果是柯文哲的話 他的路線價值和信仰早就已經被拋棄了嘛 因為他可以一下像跳蚤一樣一下跳這邊一下跳那邊嘛 那這也是他為什麼沒有辦法取信於這個國際社會的原因 為什麼美國人對他不信任 為什麼這個日本人大概也對他不是那麼的信任 連中國恐怕也對他不是那麼信任 因為他就像個跳蚤 他一下可以可以是這個墨綠 蝙蝠啦不是跳蚤 跳蚤不會變色啊 對他一下子就是墨綠一下子又一家親 然後一下子又等等等等的 他其實沒有什麼這個統一的路線和中心思想 有啦他有統一的路線 有統一的路線 而不是一貫的貫穿他整個政治上面的路線 比較像是唯我獨尊啦 我覺得對的事情就去做 這個機會主義 對比較我行我素我想幹嘛就幹嘛 就是只要不要浪費到我自己的錢 這樣子就OK 我要卡你國家的油這件事情 他其實做到還蠻徹底的 好那侯友宜跟這個賴清德 另外這兩位現在目前看起來呼聲比較高的 侯友宜當然有他自己的問題 第一個他審計不對啊 在國民黨能不能出頭是一個大問題啊 然後他每次要這個不沾鍋 什麼事情都不沾黨物的鍋 所有國民黨的包袱 我侯友宜絕對不要背 所以你四大公投的時候 切割得乾乾淨淨啦 所有黨需要表態的時候 我侯友宜切割得乾乾淨淨 完全沒有再跟這個黨一起呼吸 一起共患難一起共承擔 所有的好處也是我侯友宜要拿 所以他用這樣子的不沾鍋的行為 能不能夠獲得黨的這個提名 我覺得他的確有十八同仁證 不但十八同仁證 還有各式各樣的這個奇門遁甲 可能他都得要克服 能不能夠通過這些關卡 最後才會才有可能是他的 再加上如果說要按照一個政治上面的歷練 我覺得侯友宜其實還欠缺了一點點 就是他他從頭到尾就擔任過新北市 新北市的副市長跟新北市長 但是他有沒有更多元一點的 譬如說中央級事務的歷練 其實他是匱乏的 那你要問到他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把握當下 好好做事 也就是說你問不出個所以然 所以當如果你要挑戰的是一個 國家元首的位置的時候 你這些東西你沒有辦法用 好好做事來搪塞過去 因為大家會想要知道 你要怎麼處理跟美國的關係 你能不能獲得美國的信任 你跟中國的態度是如何等等的 就是這些東西他沒有辦法含糊以對 賴清德的挑戰 我覺得他現在正開始面臨挑戰 他在副總統的位置上面 其實沒有什麼失利點 那所以他現在願意出來 競選民進黨和黨主席 就是正分負分 我透過黨主席的這個歷練 讓大家看看 我是不是有夠這樣子的資格 如果能夠協調派系 然後達成一個漂亮的 這個立委的提名的 以及不分區的名單的話 我覺得對賴清德來說 絕對是加分 那他的中心思想 他的路線 這件事情不需要這個再多贅述 因為他的從政歷練以來清清楚楚 而且他是政治資歷最完整的 地方的中央明代的等等的 全部都當過了 也就是說他是經過一個完整培養出來 成熟的政治人物 他有沒有這個手腕 有沒有這個能耐 我覺得現在正是他可以這個大展的 大展身手的一個時機 所以其實三個可能的 潛在總統候選人 大概目前都浮在檯面 可是面對黨內挑戰 最大的侯友誼 會不會能不能夠撐到明年 被提名 這個我們拭目以待 另外一方面 國民黨費洪泰是立法委員 他說賴清德選黨魁後 要職工總統 那費洪泰就說 你2024難道要選台灣的 折倫斯基嗎 靖平 折倫斯基是包還是扁啊 他這樣子講 他是希望藍營厭戰的人 來討厭賴清德 還是你覺得他這樣子講 有加分嗎 那就看費洪泰委員 他是用什麼角度去誇獎折倫斯基 還是貶抑折倫斯基了 就看他的角度是對於折倫斯基 這個不可能 你太模擬兩可了吧 本來就是啊 因為你看折倫斯基帶領的烏克蘭 去對抗俄羅斯 那打到現在 到底是好還是壞 對烏克蘭當然利弊互見 但是因為又牽涉國家主權 所以我就說 是看費洪泰 他是怎麼去看待折倫斯基了 那他提這個一定是說 他不會我相信他不會去特別講 折倫斯基是很差很糟糕還是好 或者不好 因為這個是等於他把 等於他挖坑往這個自己往坑裡跳 但是他似乎是想要把這個 戰爭的氣息可能會籠罩 帶在這個 引用在賴清德身上 沒有沒有我先還原一下他當時的回答 他說大家要思考 是要選一個台灣的折倫斯基 還是要選一個能夠帶給台灣 和平繁榮進步的總統 意思就是這兩件事 這兩件事情是對立的 他應該是貶抑 那台灣的折倫斯基是誰 他說賴清德 他說賴清德是台灣的折倫斯基 對對對 我也不覺得賴清德會不會變成台灣的折倫斯基 我立即說 是不是不好回答我們可以晚一點再講 不會 因為我覺得折倫斯基 在我看來他是蠻堅強的 因為躲過好幾次的暗殺 我認為賴清德有沒有辦法像折倫斯基這樣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得到驗證 除非台灣變成像烏克蘭那樣 如果你硬要這樣形容的話 但賴清德是台灣的折倫斯基 沒有啦是他講的 他在說什麼 所以我是說我不知道 這個飛鴻太他是用想 但是我很清楚的可以感覺得出來 他想要把這個戰爭的陰影 套在這整件事情的邏輯上 所以我是說他會不會說 你說他講的台灣的折倫斯基是賴清德 我覺得這反而讓我覺得會抬舉這個賴清德 太抬舉了 我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他會抬舉賴清德 這個真的是平行與眾 我們時間關係我們廣告一下 待會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來 3Q新台灣 這個飛鴻太說賴清德是台灣的折倫斯基 可是在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喜歡折倫斯基 因為他是國家民族偉大 這個抗戰英雄 另外一半的人覺得 折倫斯基這個小牙籤 這個釘子戶怎麼拔都拔不起來 那就是侵略者 也就是中國跟俄羅斯 我們請黃靖平告訴我 那飛鴻太是包還是扁 他想批評賴清德 但是他不會直接去批那個折倫斯基 因為折倫斯基 畢竟他在國際有一定的地位 他在國際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他在這個國際有他的影響 我覺得其實 靖敏哥應該還是在繞 因為在繞的原因其實我可以理解 你去批評自己黨內的同志 我覺得很困難 但我其實簡單畫個絕問就好 其實你去看飛鴻太他說實 非常清楚 第一個在貶低 在謾罵這個折倫斯基 第二個就是在貶低 在罵罵賴清德 對不對 我覺得簡單畫一個重點 大家就知道 飛鴻太到底在講什麼了 飛鴻太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你票投給賴清德的話 賴清德很有可能 第一個就把台灣帶上戰場 第二個可能就是他可能要變 折倫斯基 你也沒有帶人家上戰場 所以我就說 這就是 我現在就說 3Q哥 我大膽預測 國民黨接下來2024年 就是以這個論述打選戰 他這一次已經發現到2022年 這一次的地方選舉 他已經發現了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說 你不用政策 不用任何論述 你只要有罵罵 只要有抹黑 你就可以贏得選戰 他們這一次成功了嘛 對不對 你看蔣萬他提了什麼政策出來 大家都說不出來 除了這個所謂的深蹲 還有這個所謂的預約公車制 他沒有任何政策嘛 但是你每天去抹黑陳時中 說他疫情指揮官處理的不好等等 你就可以獲得當選了 所以國民黨已經學到這一套 未來會繼續做 第二點 他發現到馬英九這個論述 就是所謂的 票投民進黨七年三戰場 他認為很管用 因為他認為會製造這個恐慌港 很多傳統會支持民進黨的年輕人 這一次不願意投民進黨 那票投國民黨會怎樣 對 所以2024年他們一定會這樣 去處理這個論述 票投國民黨台灣會怎樣 台灣也變戰場 台灣沒戰場 台灣變新疆 台灣沒戰場 我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這狀況大家就知道 這個是國民黨的一個政治論述 我們過去處理國安議題 處理外交議題 都知道全世界的認知 跟這個國民黨的認知 是完全相反的 為什麼呢 全世界的認知 包括美國的國防部 美國的國務院 包括日本 包括其他盟友 都知道 如果我們台灣能展現 自我國防的決心 中國才有可能不打過來 也就是說所有的國家都知道 中國是不可信的 今天國民黨一直在說的論述很簡單 你票投國民黨的話 我會重啟兩岸的一個對話管道 那如此就可以製造和平 就是說我們有對話就可以有和平 這個是國民黨的說詞 但是我簡單問國民黨就好了嘛 你今天你對話能使對方放棄一國兩制嗎 不可能嗎 你可能用對話去叫對方去撤銷一千四百枚飛彈嗎 這是不可能的嘛對不對 所以你對話到底能完成的事情是什麼 是完成不了任何事情 這是降低兩岸的敵意 但是今天對岸其實在看的 他今天在看台灣的時候 他在思考 你第一個你台灣有沒有防衛的可能 第二個你全世界有沒有可能介入來防衛台灣 因為習近平知道 習近平真的他也不是笨蛋嘛對不對 習近平知道他如果攻打台灣 他攻打失敗的話 這不只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滑解 可他自己還要被宰起來對不對 自己被宰 其實你想防衛的本能台灣一直在做 就是台灣的軍隊的自主 台灣的軍隊的國防的建軍 這個一直在做 其實這並沒有說兩岸的這個 兩岸的敵意升高的話 台灣的怎麼會不是事實 從陳水扁到馬英九到蔡英文 怎麼會兩岸沒有國防呢 不是你去看你去看陳水扁到馬英九到蔡英文 哪一筆建軍有取消的 那你就是說美國人只賣蔡英文嘛對不對 哪一筆建軍取消 哪一個建軍取消 當時馬英九當時要跟美國去採購 四艘這個所謂的 Perry 被你提的軍艦的時候 等一下 聽我講 他還不跟我講過 然後馬英九後來 他整個軍事的GDP 從2008年 2016年 掉到我們史上最低的狀況 所以這就是國民黨所留下的 當總統說國防也沒有減少過 拜託 你這什麼論述 那你就乾脆說三大軍購到了馬英九 就取消了好不好 這怎麼可能呢 這個節目還是有主持人 不好意思 還是要幫你們打斷 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近平一直講到說 這個國民黨可以降低兩岸的敵義 降低兩岸敵義唯一的辦法就是中國 這個把台灣的名字變成中國台灣 那樣子就沒有敵義了 那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國民黨比較像是去脈絡化的討論這件事情 只要國民黨就可以兩岸沒敵義 怎麼會沒敵義呢 因為你掛上中國台灣之後 他自然就不會有敵義了 這個是國民黨的罩門 那所以看看國民黨的論述是什麼 國民黨其實沒有論述 他只會用一個標語式的slogan 然後來做政治上面的打擊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趙康在2002年 不過在一年前的時候說 台灣這個男生只服四個月兵 這些兵能戰嗎 一副覺得說不能戰 所以應該要延長應該要加強這些訓練 結果現在如今趙康的言論是什麼 如果我當總統一起回歸四個月 絕對不延長 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所以看起來你不是要討論這件事情 而只是藉著兵役的事件 藉著兩岸會不會開戰這件事情 來做你國民黨的政治操作 你不可以這樣子去脈絡化嘛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當這個國民黨不斷的扣帽子說 只要是投這個民進黨的兩岸就會上戰場 票投國民黨兩岸就會怎樣怎樣 問題就在於說 剛剛主持人講 對 你看我有多尊重主持人 如果票投國民黨的話 台灣真的會變成這個新疆 真的就會變成這個突破這些地方嘛 那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你有沒有要掛上中國台灣 台灣人你願不願意變成中國台灣人 那個才是問題的核心 所以不要拿這些嚴肅的問題 來做為政治攻擊的這個操縱的力氣 我會覺得不負責任啦 這個對台灣完全沒有一點負責任的態度 其實外交關係這件事情很簡單 你就把它想像成兩個人的互相交往 就是比如說我跟自身兩個很好很熟 我跟瑞德哥互相尊重 我可能跟黃靖平都晚上才出門 所以他那個人與人之間關係 國與國之間關係 就是建立在彼此是否信任的情況下 那台灣現在沒有辦法信任中國的原因 當然就是他對我們有侵略跟敵意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去跟他求和 跟他這個希望他們不要打我 那就會變成是在坦白講就是比較卑躬屈膝 那真正的朋友所謂兄弟之邦朋友之邦 那應該都是對等平等尊重 互相尊重的關係 這也是幾乎每一個中華民國總統都會講的話 可是不管是誰講到了今天 中國他就是沒有改變 他就是只要台灣做我們的誓喊 所以這個瑞德哥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我們再看一件事情 林俊憲說不投哲倫斯基 難道要投台灣的亞努科維奇嗎 這個話是什麼意思 不過不好意思 那個廣告到了我們待會再回來 講到哲倫斯基亞努科維奇 講到戰爭與和平 這個時候有一個不甘寂寞的前台北市長洛選人 這個多淺了20年前了 20多年 號稱戰鬥男的班長連長 這個趙少康先生 他也來宣布要參選總統 我們看一下他的總統證件是什麼 我如果是總統 絕不延長兵役 如果他們現在延長 如果將來我當總統 絕對把它恢復成原來的一起 趙少康大談兵役制度 反向國防部愈化的一年兵役制度改革 你現在延長要幹什麼 其實真正應該做的是 現在的四個月好好訓練 四個月訓練其實可以訓練得非常的精實 然後募兵你現在募不到 你一個月給他三萬五 你募到什麼兵 提高募兵的待遇 不僅主張要維持四個月一起 還說募兵制薪水要拉高 外界解讀趙少康大動作嗆瞎 其實是放眼2024 是藍營內部第一個表態 這杯說直接挑戰藍營新共主侯友宜 每一個人都有他對一個事情的看法 我們都給他尊重他的言論 我們希望少康在各方面的整個表態 我們都要給予尊重以外 更重要的要給他打氣加油 台海情勢緊張這幾年不斷升高局勢 週六更有13架共機 四艘中共軍艦擾臺跨越中線 威脅台海安全 但是趙少康主張的確實必戰 維持四個月軍事訓練役 除了目標所定年輕選票 更被質疑要向中國傾斜 主席你覺得當兵還是維持四個月夠嗎 我想這個你去問趙少康董事長 好不好 謝謝 就連黨主席朱立倫 都不願意趙少康起舞 國安部預估年底前公告新版兵譽制度 此時趙少康搶來贏話語權 放眼2024毫不掩飾 三地新聞王嘉宏 陳彦豪台北操導 我想這個問題 你要自己去問趙少康董事長 話題拉回來 瑞德哥到底台灣的亞努科維奇指的是誰 誰會出來又是什麼意思 事實上呢 我從來沒有看過中國國民黨的這個 費洪泰啊 這麼肯定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你知道嗎 說這個賴清德呢 是這個台灣的這個折倫斯基啊 那如果這樣的話 賴清德真的鬆得晚上睡不著 沒辦法騙 責倫斯基是誰 責倫斯基是一個演員 一個喜劇演員 但是就在美國總統都建議他 離開烏克蘭的這個情況之下 幾乎要把烏克蘭一半的國土送給俄羅斯的情況下 帶領烏克蘭 竟然打了24號就滿10個月了 竟然可以打10個月的戰爭 而且現在呢 竟然把俄羅斯推回到本來 這個等於入侵那個整體的2月24號以前的這個土地上面 竟然可以這樣幹 這個人叫做民族英雄 歐盟剛好剛剛推全他為歐盟最有勇氣跟膽識的英雄 叫折倫斯基 如果賴清德真的是台灣的折倫斯基 那是莫大的榮耀啊 我想坦白的 那麼可是問題就來了 那是雅努科威是誰啊 就是一個新俄羅斯的傢伙 我想白了嘛 那很多人不認識 好吧 所以後來林軍縣用最簡單的方式講 烏克蘭的馬英九 很多人都聽得懂了嘛 對不對 那剛剛兩位 一個民進黨一個國民黨 兩個在那邊爭辯馬英九怎麼樣 我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我是特種部隊的 我告訴各位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幹了一件事 那麼包括憲兵 包括他要把陸軍海龍蛙兵 就是守外島的那個海龍蛙兵 追鬼啊對吧 有中共說是水鬼 我們說是蛙人 跟海軍陸戰隊的兩棲徵收大隊 要把它合併 把兩種都是 雖然都是這個等於說蛙人 但是他屬性完全不一樣 瓦航就要把它合併 合併在一起 當時包括憲兵 跟這些所謂的特種部隊 都出來抗議 甚至於出來遊行 你知道嗎 後來馬英九發現重路難患 才趕快說沒有這回事 沒有不要這樣要幹了嘛 他對軍人是外行 那麼他在當總統的時候 甚至於還避開漢光演習 然後你知道到什麼地步 不實彈演習的結果 竟然在真正的各式的演習裡面 放CD 那個CD裡面是槍跟槍炮的聲音 兩隻流浪狗還走過去 那個畫面終身難忘 終身難忘 國軍之詞 你知道嗎 這就是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幹的好事 還有他的整個軍費 節節敗退 我告訴各位 他軍費越來越少 各位不相信的話 去找當年的所有的資料 都可以找出來 這都是當年真真實實 經歷過的事情 不是我們在給他啊 你知道嗎 稍等一下我們三點片頭之後回來